百靈鳥埋葬爸爸 一個古老的傳說說 未有大地之前就已經有百靈鳥 他爸爸死的時候 因為大地還未存在 他連埋葬他的地方都找不到 遺體過了五天都未埋葬 到第六天 他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只好將他埋入自己的頭裡面 他頭上的官就是這樣得來 通俗的說法是 那個就是他爸爸的墳墓 百靈鳥埋葬爸爸 一個古老的傳說說 未有大地之前就已經有百靈鳥 他爸爸死的時候 因為大地還未存在 他連埋葬他的地方都找不到 遺體過了五天都未埋葬 到第六天 他不知還可以做什麼 只好將他埋入自己的頭裡面 他頭上的官就是這樣得來 通俗的說法是 那個就是他爸爸的墳墓 那邊有很多人 完全不知 我們還是要做什麼 那種許多人 我們還是要做什麼